大家好,我叫杨约翰 我将在《鲑鱼外传》扮演小鱼的角色 其实呢,我对渔夫的工作没有什么概念 但是呢,经过这个音乐剧之后 我觉得渔夫的工作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天气或者是海浪都随时提干液 那制造一个很危险的情况 所以呢,渔夫们,我非常地尊敬您 冒着你们的生命危险来捕鱼给我们听 谢谢您 其实呢,我对面临绝种的动物的概念没有改变 我觉得我们应该保存它们,保护救它们 因为我本身觉得我们应该失去了彩虹 其实呢,我自己本身的华文程度不是那么好 勇敢地承认这一点 因为我的发音其实呢,其实会很标准 那我会讲第二声成为第三声,第三声成为第二声 我也是平常会加很多H的声音在不应该放的地方 所以呢,华文程度不是很好 但是经过这个音乐剧,我其实对华文这个 这个,华文这个就是语言有比较的深刻的欣赏 因为我觉得有些故事能用华语讲,其实有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当然,我一定会鼓励更多人讲华语 因为呢,我才会有更多人一起和我练华语 所以呢,我非常的鼓励大家讲多一点华语 音乐剧《闺语外传》从7月6号到16号 在国家图书馆戏曲中心黑箱剧场上 一见不散哦